分解生命的本质 化解人间的欲望 我们要废除人世间无止境的争议 争吵 争执 冷嘲热讽 因为在人间 这些冷嘲热讽 这些争议 争执 它是无止境的 也就是说 它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我们人有什么能耐 能够逆流而行呢 我们人有什么能耐 能够违背潮流而行呢 人人都具有恶习 而且有顽固性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而且这些习惯 都充满着顽固性 什么叫顽固性 就是不容易改 师父教你们 要把佛菩萨 执在你们的心中 要根深蒂固 这样 你们才能挡掉 所有人间的一切烦恼 我们要在自己的心中 建立一堵城墙 我们要支配自己的灵魂 而这堵城墙是什么呢 如果师父单单这样讲 你们可能听不懂 师父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就明白了 比如 我有一堵城墙 这个城墙 就是界定会 这个城墙 就是克制 坎臣痴 这个城墙 就是我不去恨人家 所以当很多恨的事情 来的时候 你就能够 很快地挡掉 当人家用钱 来引诱你的时候 你很快地 也能挡掉 听得懂吗 今天你周先生 相信观世音菩萨 这堵城墙 已经在你心中扎根了 所以不管人家怎么说 你心中只要想到观世音菩萨 你一定能活 如果该你走 你也就走了 你要有这堵城墙 明白吗 你们要记住 不能遮住原来 存在的般若 般若 大家都知道 师父曾经给你们都讲过 是佛菩萨的智慧 我们不能把这个般若 给遮住 因为这是人的本性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人才会没有智慧呢 般若会被遮住呢 那就是当你贪嗔痴的时候 还要加一个慢 疑 慢是什么 就是傲慢 疑是什么 就是怀疑 猜疑 怀疑人家 自己的智慧 就没有了 师父曾经给你们讲过 莎士比亚的剧集里 有个叫奥塞罗的人 他很爱他的妻子 最后就是因为怀疑他的妻子 他把妻子给杀死了 如果一个人怀疑人家太多 他会杀死人家 也会杀死他自己 一个傲慢的人 能把自己的善缘 全部拒之门外 所以叫贪嗔痴慢疑 你们要记住 要分解生命的本质 分解是什么 就是把自己生命的本质 慢慢地把它化解出来 比方说 想一想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到这个人间 又是为什么 如果你想通了 我 我来到这个人间 就是为了生个孩子 我现在生好了 我很开心了 我来到这个人间 我是为了孝顺母亲的 我孝顺过了 我很开心了 把自己慢慢地分解 而我们学佛的人 就不应该用这种分解法 应该想 我们来到这个人间 我们闻到了佛法 这辈子也知足了 我闻到了佛法 我能够救度众生 我能够成为菩萨的 牵手牵眼 我知足了 对不对啊 所以要分解自己生命的本质 我们的本质 实际上 就是在人间好好地过 当过完了之后 我会上天 知道了这些本质 把它分开理解了之后 你就会得到很多的法喜 明白不明白 当你受苦的时候 你知道这是在还我前世的债 你是不是会舒服一点 当你被人家欺负的时候 想一想 这是我应该受的 为什么 可能前世 我就是这样欺负他的 这就叫分解啊 分解生命的本质 明白了吗 师父告诉你们 要让自己在人间的瞬间 要变得丝毫没有意义 这个人间的瞬间是什么 就是你们在动坏脑筋的瞬间 要变得丝毫的没有意义 比如 突然之间恨了 一刹那 我想通了 我不恨了 刚刚想拿自己不该拿的东西时 我忽然明白了 想通了 我不拿了 刚刚想去贪 我想通了 我不贪了 刚刚想去偷偷摸摸做事 我一想 我不能这样偷偷摸摸的 这个一瞬间 在你学佛的历程当中 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听得懂吗 师父是反过来给你们讲的 这叫反思维 让心灵不要破碎 因为你不明白道理 所以你的心灵才会破碎 不要沉醉在欲望的意识中间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人间 仅仅是存在于欲望的意识中间 那这个人就活得很痛苦了 比如 你今天想买一个房子 当你有这个欲望的时候 你就很痛苦 当你追求这个人 没有追到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痛苦 当你想要钱 而这个钱没有得到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痛苦 当你想做官的时候 没有做成官 这个时候 你就是沉醉在欲望之中 听得懂吗 不要让自己沉醉在欲望之中 而我们现在 很多的徒弟也好 学佛人也好 都是沉醉于自己的欲望之中 都是有目的的学佛 有目的的学佛 就是沉醉在自己的欲望当中 你们有本事 今天学佛修心不是为自己 我就是学佛 那就没有欲望了 我们必须要约束自己 克制自己 要关注自己心灵的成长 一个人的约束很重要 一个人的克制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能克制自己 你就成功了 如果你能约束自己 你也成功了 最难的就是不能克制 不能约束自己的人 那就得不到成功 听得懂吗 我们要关注自己心灵的成长 就是时刻看看 自己心里想的东西 比方说 你一共想了三十个事情 而这三十个事情里面 你想的 好的事情多呢 还是坏的事情多 如果你今天很恨 这孩子怎么教育不好呢 你恨这个老公 怎么又这样了 你又很恨 我不想做这些事情了等等 如果你很开心 因为你闻到佛法了 你很开心 你有时间念经了 你很开心 你想一想 你的心灵到底是恶大于善 还是善大于恶 就能计算出 你以后上哪个道 如果这三十个事情 你恨了二十个事情 开心了十个事情 你算一算 如果一天是这样 那你三百六十五天 你是恶越来越大 还是善越来越大 这样就能计算出 自己在心中存在的恶多 还是善多 如果你把三十件事情 全部都想成是善的 那你这个人 一定是善良的人 如果你今天恨这个人 鱼吃那个 想要这个 瘫着这个 那你这个人 就成不了善良的人 听得懂吗 所以师父教大家要明白 要经常看看自己的心灵 关注自己 心灵的成长 要回归本真 就是回归本源 回归本真 我们本源 真心 实心 我们要回到那个地方去 就像很多人 在写诗的时候 经常写道 看见自己 两鬓苍苍 看见花园里那些孩子 在天真的 跳舞唱歌 我多想回到我的童年 这就是 回到本真 因为你的童年没了 你才去想 因为你的童年 找不到了 你才想去寻找他 才去追求他 我们现在的本源 已经找不到了 已经被肮脏的灵魂 被人间所有的污垢 所遮住了 所以找不到自己的良心 和本性了 师父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 就是在打抗战 中缅边境之战的时候 日本军队被打得一塌糊涂 最后 只剩下一个人了 这个日本人 自己在海边唱日本歌曲 唱了一个晚上 那些中国军队就守住他 守了一个晚上 不忍心去杀他一个人 因为他已经穷途末路了 到了海边 没有办法回到他的家乡了 所以他唱的 都是那些家乡的歌 他在回忆 他在寻找他年轻时候的生命 寻找他失去的灵魂 最后他倒下了 当那些中国军队冲上去 看到他的时候 实际上 他早已经在唱歌之前 用刀把肚子剖腹了 就这样 一直流着血 唱了一个晚上 等血流尽了 他倒下了 人的本真在哪里 就是当他走到 穷途末路的时候 绝路的时候 他才想到 我要找找我原始的本真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 他才能想到 我要找回我的老家 这就是师父今天 第一句话讲的 我是谁 我要到哪里去 你们听得懂吗 我们对人间所有的看法 都是偏执的 没有一个不是执着的 世间的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没有真的东西在里面的 听得懂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它是似是而非的 也就是说 让你们不要看得太重 不要认为这是真的东西 要知道 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和你自己所感受的东西 与真相是不同的 因为你认为世界上很多东西是真的 其实它是假的 真相的东西 和你认为的东西 那完全是南辕北辙 根本不是一样的 所以周先生 你要想清楚 师父今天晚上 给你上课 要让你明白 你今天所想到的事情 你所认为的事情 并不是真的东西 你要看到它的实质 因为灵界的东西会走 因为细胞它会变 癌细胞会变的 如果你在肝上 真的长了一个什么东西 是硬碰硬损伤的 那你动个手术 可以把它这个地方切掉 缝一缝 都是可以的 但是 这个细胞 它只是暂时地 藏存在你的胃上 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 把它赶走 如果单单 因为这个东西 到这里来了 你就把它拿掉 那它跑到 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你再把那个地方拿掉 让我想起了 小时候 看过的一个故事 是说一个人 家里飞进来了 一只苍蝇 当苍蝇 落到这边墙上 它就拿起一个东西 砸过去 苍蝇没砸到 把家具倒砸坏了 苍蝇飞走了 它看到 苍蝇 又落到那个地方 它又拿起一个东西 砸过去 没砸着 苍蝇又飞走了 就是说 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 而真正的细胞在变化 为什么要调节心身呢 为什么要调节 生理 心理 实际上 这些都是能调节的 并不是说 一割就能割掉的 明白吗 师父给大家讲 你们要懂得 当你越来越知道 懂得真相 你就会越来越感觉 自己的无知和愚痴 你们在没有学佛之前 你们不知道 自己是多么的无知 不知道自己 是多么的愚痴 不知道自己过去 做错了多少事情 而现在 你们慢慢的 越来越明白 这些道理了 所以你们会觉得 自己越来越聪明 埋怨自己 那就是 你们明白了道理 你们恨自己的过去 埋怨自己 为什么过去 做错那么多事情 如果你不学佛 你这个埋怨 仅仅是停留在 你的智商发展的 聪明的基础上 而不是 用在佛法的 般若智慧上 我不知道 你们听得懂 听不懂 这个世界 犹如江河一样 终归大海 江河 它一定会回归大海 这是一个规律 我们人 总会要走的 我们的灵魂 总有一天 不是上去 就是下去 要明白 归入大海 实际上 就是归入原始 原始的本性 所以人生太渺小了 像过眼云烟一样 今天 我给几个青年团的小朋友讲 师父看你们 就像看蚂蚁一样 看到你们叽叽喳喳的 讲来讲去 就觉得你们像是蚂蚁在讲话 忙啊 如果你们不相信 哪一天 你们蹲下来看看 那些蚂蚁在下面忙啊 班蚁跟火柴 搬过来 搬过去 朝住好了 等到第二天早上 被打扫卫生的人清理了 全部家底都没有了 就跟我们人一样 天天在忙啊 讲啊 说啊 师父看你们可怜 可笑 可悲 明白吗 有些人跑到我这里来 讲讲这个 讲讲那个 可悲啊 可笑啊 我就笑笑 就像现在 很多学佛的人一样 这里在学佛 要懂得慈悲于人 那里又叽叽呱呱 讲人家不好 这种人 你们说 能学到好佛吗 没有智慧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joyfu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